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下一個新聞現場 行政院長吳敦毅最近動作是很大的 8塊錢的所席會換掉一個公路總局的局長 他開始最近的物價他開始盯緊了 看得起來很多部會羅斯丁開始在酸緊了 今天最新消息啊 說過年9天的假期沒有一個官員敢出國 全部都要注意 有哪些明天要徹底去解決 那既然談明年 我們又找出一個重要的新聞 問一下賴維 連台數 台鐵啊 這定期票都是有問題的 他因為那個定期票 變成說你一定要做幾天嘛 你沒有做的話那就浪費掉 他算起來一定要有幾天再核算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任何一個政策 只要不合理會傷害到老百姓的權力 行政部會交管 那我要提另外一個東西 審計部他在昨天的時候就公布了 那是我在這一次去年的 我們的總預算的時候 列個附帶決議說 那主決議說 你要最少兩個月定期公布 我們的公共建設執行率 好他就公布了喔 公布了說我們交通部啊 有些什麼橋樑交通建設執行率 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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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於是零啊 連發發都沒有發出去嘛 對 我今天就問了吳院長 他說這個東西啊 審計部算法錯誤 因為你看嘛 我們爆發水災 去年9月才通過 11月才正式了 然後最後呢 錢花出去很少 換句話說 行政部門很在意喔 很在意媒體寫什麼 很在意監督單位監察 講什麼東西 馬上回應說你的算法有錯 可是我要強調什麼 我要強調是 這個團隊已經全部動起來 包括立法院 我在上一次立法院的決議的時候 我要求 我寫了很多主決議 通通是盯你定期公布這個 定期公布那個 你要公布我們的文史館怎麼樣 你要公布我們納稅人的錢 用到哪裡 你要公布我們納稅人 是不是讓你浪費掉了 我要求公布 我覺得這樣一來的話 行政團隊通通動起來 效果很快的 老百姓感受得到 不過我覺得說 官員都不敢出國 我就這個又矯枉過正了 因為其實你現在通訊的發達 在國外馬上 國內發生什麼大事情 國外馬上就會接到信息 而且有些事情 用電話就可以指示了 假如說一個團隊 首長都要在家裡面 每天看個家 都沒有什麼代理的人 可以幫他處理問題的話 這個團隊是有問題的喔 而且有些首長 難道你在國外 就不能在那邊好好放鬆 思考我回來要做什麼 行政的 革新行政的改革 難道不可以這樣子嗎 當然不如說 發生大的水災或是風災的話 你還在國外逍遙 這個是官感的問題不好 你當然要趕回來 趕回來 但是也不必走到說 過年年假都不敢放 那以後誰敢當主管呢 當這個部長呢 不過我覺得今天這個訊息 基本上我覺得 不是那麼沒有人性 我絕對不相信 現在不管從中央到地方 所有的官員 過年全部都待在家裡 絕對不會還是 他們自己不敢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現在整個的氣氛 現在從行政院 其實包含一些地方政府 也有這個氣氛 也就是說 你要快速的回應民意 例如像我覺得 在這個九天的連續年假裡面 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交通部門 或者是警政部門 這兩大部門的主管 我建議你這個時候 不要太放鬆 你要上警發條 經濟部也是 對 物價事實上是 年前就可以處理 可是你看 交通和警政 常常是臨時發生大事情 真的臨時發生大事情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一個回應民意 我們現在常常在講說 現在好像很多民眾 看到這些官員 上警發條 就覺得會比較舒服一點 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民怨 期待解決 我另外舉一個例子 像台北縣 台北縣今年開始 所以從初一開始 它所有台北縣的博物館 全部都是造廠營業 比照百貨公司來辦理 這是什麼呢 那其實就是一個回應民意 希望說 大家來這邊過年 然後有一個 從初一開始 你就可以留在台北縣 因為博物館 我們甚至還免門票 那當然這個是因為 今年的五都選舉要到了 但是這重點是 如果說你今天 在整個的行政部門 可以去配合 然後可以讓你的民眾 有最大的福利 最大的方便 何樂不為 所以我覺得 今天不是那麼沒有人性 但基本上就是讓 從中央到地方 行政官員 民意代表 真正人家選你出來做什麼 就是要讓你為人民做事情 好人民跟政府之間的這個 關係是不是越來越密 而且明天是可以化解的 另外一個 就是李秀蓮去採訪馬英九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講說 會不會朝野開始 開始有一個好的轉變啊 蔡英文昨天聽了馬總統的 關於ECFA的事情 她講了 你把有幣的 利益大於幣 有幣的部分講清楚 雙英會看起來是有可能 是不是也有三 你來我們聽一下 我們也沒有看到總統 對這些問題 有真心誠意的面對 總統告訴我們說 是 ECFA將是利益大於幣 即便這個是對的 即便這個是對的 那我們要告訴總統說 那你告訴我們 幣在哪裡 我們今天所提的問題 能夠請他能夠確實的回答 在我們的判斷 覺得總統有足夠的誠意的話 那這一些 很可能就是 雙英會準備的過程了 吳大哥看見雙英會 有一點點眉目了 蔡英文主席 是經貿談判的參與者 所以他今天談話 你或可以把它解讀 是一種談判策略 把姿態拉高 提出五個前提 但是裡面 也有非常多的實質問題 事實上 值得馬總統證實 站在反對黨的主席立場 他天經地議 可以提出他的看法 他有他的堅持 這跟執政黨 會必是要一樣的 導致今天最大的特殊是 他願意談 雖然這個前提 是相當困難的 但這是過去沒有的 願意雙英會 這過去沒有 我們要值得注意 馬呂會 我覺得我們要給馬跟呂秀蓮 兩位都給他credit 給他們肯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狗 不管怎麼樣 總是坐下來談了嘛 那機制來 現在我們站在民間立場 我們很希望 雙英會 兩位國內最重要的領導者 請你們坐下來 我說過了 學習解決紛爭 找到國家利益 全民福祉 三給人民做正面的典範 團結是當家的責任 主動者還是馬主席或馬總統 ECFA優劣利弊皆有 現在問題是 東協加一是全世界第三大貿易體 我們台灣2010年會被邊緣化 我們面臨6%到10%的關稅 競爭力上市了 同樣的開放以後的弱勢產業 怎麼轉型怎麼輔導 更重要的是 這裡面牽涉到主權問題 為了談判主權問題 這需要朝野政黨 一起來介入 一起來面對 主權就沒有分朝野了嘛 我希望雙英會很多困難 但是馬總統 請你運用這個春節的機會 好好思考 如果能突破 我想對馬總統跟蔡主席 雙雙得分雙贏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小英以前是不願意談的對不對 很多前提啊 今天已經開始說我們營利可以雙英會 所以很多人講說 到底是跟呂秀蓮有關係 還是說他真的 他這些很多事情講清楚就會開始 昨天是像馬總統一講 有些譬如說毛巾對不對 毛巾內如果真的會碰到一些問題 他說到時候我們會試著去幫忙 給錢啊 或者是幫忙這個產業升級會做啊 這個我今天看到蔡主席 當時金茂的談判高手 他講說你要談雙英會 先講AGFA的幣 AGFA幣有大家講爛了勒 他不知道嗎 我們也講啊 剛才治理行政是講啊 弱勢產業你怎麼輔導 成立基金嘛 農產品的問題 勞工的問題 對不對 大家都很清楚嘛 你看我們的農委會主委 還拼命發簡訊 說我保證 830項農產品不會進來 如果進來我下台 他發簡訊這樣發給我們呢 對不對 公開講講的N次幣是什麼 影響到誰 農產品可能影響嘛 勞工可能影響嘛 弱勢產業可能影響嘛 這個蔡英文難道不知道嗎 馬英九難道沒有講嗎 都講了啊 問題就是說 我不知道啦 我寧願從比較善意的角度說 他這個東西 你只要交一張紙來 幣在這裡 我們準備怎麼解決 就證著雙英會嗎 怎麼這樣這麼好 這樣子喔 我說隨時就這樣 並沒有說是可以雙英會的 我認為可能還是在這種 這種選舉扯一點扯一點 這裡扯一點 那裡扯一點說 來 你看 來 我開這個幣 你講不清楚 來 再來 任何時候 只要他不要的時候 他永遠都有找到理由 你這個東西講不清楚 所以呢 我沒辦法雙英會 就來嘛 我們期待往好的方向走啦 我希望是好啦 國民黨今天是有出來回應了 國民黨說 只要蔡英文想通 一秒鐘就可以決定 真的嗎 有機會雙英會呢 我想這個蔡英文主席 當然在這一部分 有很多的資訊 他在這一次沒有揭露 大體上的問題 當然我認為農產品問題 在現在的情況底下 如賴委員所講 其實是清楚的 為什麼我只要講一個狀況 你就知道這個情況 中共跟美國 日本之間 也還沒有簽FTA 原因也是農產品問題 他跟我們狀況一樣 那他更嚴重 這兩邊之間的爭議 甚至於日本已經向中共提出來 所以我們來堆堆積木吧 我們不要一次談FTA 因為農產品問題 所以這個狀況 其實中共所面對 不是只有台灣問題 而是全世界 可是 小英是要提出來的問題是這樣 他是在說 當馬總統 你已經簽署過聯合國的 兩項人權公約 中間有一項人權公約 叫做 經濟社會與人文公約 經濟 這個經濟社會與人權公約裡頭 有關兩岸之間要簽署 這種經濟合作的時候 我們兩岸之間的人權基礎 是有落差的 我們可不可以提出 人權優先條款 這個部分 是不是在這個 我們陸委會 以及馬總統辦公室裡有所討論 還有就是說 我們要跟別人簽FTA 跟中共之間簽ACFA 之間的關聯性是如何呢 是因為有很多國家現在跟 美國跟日本 也都還沒跟中共簽FTA 所以這時候 是不是會妨礙到 我們跟人家的談判 可是新加坡 已經跟中共簽了FTA了 這個國家的 跟我們之間的FTA 可不可以先簽 這個狀況 其實如果未來 大家能坐下來 關起門來談 馬總統把他的困難 也就是說他 我有特別注意到 昨天他的講話 有關FTA這一部分 我知道他手上有資料 可是他一句都沒講 表示他也留中不發 他準備跟蔡英文談 我覺得這兩個人 其實是有基礎 可以開始坐下來談 好我們期待 雙議會可以盡早的登場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慢慢回來